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元建设和维护边境围栏 现在是欧洲委员会支付账单的时候了 外交和对外经济部长在斯特拉斯堡表示 匈牙利政府为保护外卡尔巴迁匈牙利人的利益 已向国际机构求助 夏尔多比德说 此事迫在眉睫 根据新的剥夺权力的乌克兰法律 9月起在乌克兰的民族学校将停止运营 他补充说 去年年底通过的法律 进一步加剧了外帕尔迁匈牙利群体的严峻形势 脑级马尔通在德匈工商会商务早餐会上说 德国背景的公司也可以从 匈牙利政府的经济计划中受益 部长还谈到 竞争力问题 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乌俄战争和能源危机都对包括匈牙利危机 在内的欧洲大陆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匈牙利的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抵达地震受灾区 匈牙利结构工程师在土耳其协助评估建筑物的受损状况 名为挽救生命的食物基金会分发食物给需要帮助的人 与此同时 匈牙利开始筹集新的募捐物资 在匈牙利运营的土耳其公司也采取了行动 截止日迁将至今日午夜前 可以申请九月份开课的高等教育课程 今年只能通过电子形式申报专业 并且必须在午夜前核实资料 今年的手续发生了很多变化 例如 高级毕业考不再是强制性的 也没有了最低分数的限制 最近几周 拉科西协会接待了来自 卡尔巴迁山脉的1200多名年轻人 孩子们每周轮班来到沙托尔阿尔约乌伊新营地 至少可以暂时忘掉战争的恐怖 还有年轻人说 真好 终于有电用了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